大家好,我是印语医疗顾问中心的邦博士 很谢谢大家愿意来我几堂的课去听博士的讲解 当然我相信每一堂的课都能够帮助到你们 所以也希望博士在讲的每一堂课 不管是好听还是不好听 有关系的或者没有关系的 也希望你能够分享出去 甚至可能可以帮助到一些需要这些资讯跟信息的人 在开始讲解这个IVA系列第五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或者这样子来分析一下看 做ICSI的配置到底好不好 我会很专注在讲先生的精从 或者男性方面的影响需要做ICSI 但是在开始之前 博士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那我明白因为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从2020年 我遇过有很多在跳迷的期间流产 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 每个人最关注的就是打疫苗 然后就是中央确诊会高到整两万个 这简直是太恐怖太胖了 到底是什么回事 所以也因为这两年的疫情 令到很多人的经济状况都不理想 还有就是心理在影响生命 博士也明白 因为在调理期间的夫妇 不管是做生意的或者是打工的 他们选择中断调理 我希望他们在应用我教他们的穴位 或者汤料 也希望他们好好的去利用 因为身体的调理跟体质也有黄金时间 尤其是在这两年 可能你的体质会因为这个疫情 会因为你的心理 而导致到你的体质更加一落前占 所以博士在这边也是要提醒大家 应该要做的就去做 应该要吃的就去吃 不能偏吃 饮食要均匀 睡眠要充足 每一个人在现在这个阶段 不管做老板的 搭工的 都有他本身的压力 但是你要为自己 确定一项的压力 怎样去舒软 你的身体方面的问题 如果压力太大 就会慢慢的影响你身体里面的脏腑 令到你本身的脏腑更加的衰退 然后到时候你再来接受调理的时候 可能你的时间需要更长 那在这边我也鼓励大家 只要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 留得清山寨 不怕被踩上 如果你已经能够大步的跨过这个疫情 你不是那个中确诊的人 博士真的希望你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生命 如果你是那个确诊的人 你能够逃过这一关 博士也是希望你好好的利用你接下来的人生 好好的注重你身体的健康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讲 ICSI到底好不好 那其实如果博士跟你讲做ICSI的话 如果医学来讲 可能会有基因的遗传 甚至先生的精虫 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够精虫 它是扫精 弱精 或者活动力不住 精虫的形状太少的话 它没有办法 套做IDF 但是却要应用ICSI的那个培制 来让到太太成功怀孕的话 但是你可能会问 到底这个会不会将先生的基因的遗传 通过ICSI遗传给下一代 那相信你听过我讲 如果有的人问 我如果不孕 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会不会将那个遗传带给下一代 那如果不孕 你已经是正式不孕 你当然没有遗传可以讲 但是如果通过IDF 或者ICSI的话 确实有机会会将你的遗传带给下一代 所以我们这边看回 如果假如说 第一代的四管婴儿 其实在1978年的时候 是在英国诞生的 所以四管婴儿的孩子现在40多岁 这样其实我们也很少听说过 说四管婴儿到底会不会生一些不健康的痕痛 或者会有什么一些的身体方面的影响 医学很早期说 可能孩童会比较肥胖 但是现在我们所要讲的 就是IDF是第一代 ICSI是第二代 PGD是第三代 但是在那时候 人会有一部分严重 精子数量少 或者活动力差的患者 没有办法接触这个传统的IDF 令到他能够受精的防治 所以没有办法做IDF 那针对这些很严重 少精针过精针的患者 其实他可以透过 从高原或者复高去取精从 是否这个方法行得通 那ICSI是可以让你借助这个技术 而成功的去做四管婴儿 但是呢 其实一般的四管体外收紧 我们都知道 就是刚才我们时常讲的 因为没有办法让卵子跟精从去结合 因为一般的体外收紧来讲 就是我们所谓的IPF的话 其实卵子要跟精从的配合 如果放在管那边 其实是需要至少十万个精从的配对 但是如果你说 先生没有这样多的精从 他或者做精从检验只有体质 这样应该怎么办 其实如果你做ICSI 当然只要一个卵子对上一个精从 这样就可以做了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精从吸小症 或者甚至需要做提杀的那个姑父来讲 尤其是先生呢 是从高原或者从复高去取精从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对于他们 那而至于博士在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其实我想跟大家讲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个ICSI是在第二代 其实就是因为IPF一般的IPF是没有办法去帮助到那些烧精从或者弱精症的患者 所以后来有很多学者他们研究 其实这个名字叫做软爆自内单精子注射 或者我们就把它叫做EC比较容易讲 所以很多学者他们就研究 看能不能单精子注射的技术 让这一些弱精症和少精症的人从高原去拿 他的精从或者也可以借助这个机会体外受尽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如果真正在那个LAB里面呢 他们因为不要让精从动了多 所以他们会切断精从的尾巴 然后用一条头发这样右的尘 直接就射进去那个我们所谓的细胞之内 那这个名称我们不用太去在意 就是卵子的细胞之内 但是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比例时的著名胚胎家 他其实是有一次 他不小心将那个精子 直接注入卵子的细胞之内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到跟早期 他们只是在那个边缘注射 但是他觉得这种的情形 虽然错有错早 却是成功力蛮高的 而且呢 是可以成功注业生产的 所以他将这个技术发表在1992年 过后 ICSI呢 就会成为每家试管婴儿必备 而且常用的技术啦 那我们再看为 当然每一次博士都会给你们一些的承诺案例啦 这样这一对补复他先生非常有心调理 太太见我的时候也42岁左右 大业是这样子的 先生应该是小胖几年 但是先生跟他配合得蛮好 他们是需要通过TISA去做ICSI的 这一个也是给博士经过条理了之后 都需要做ICSI的误课 那我们知道IBF啦 就是刚才博士跟你讲了 如果一个卵子要配对10万只精虫 这样放在卵里面 这个你们可以记得参考 这个叫IBF 当然适用的人形我们讲 因为没方排卵障碍啦 什么面膜移位啦 这样精虫也比较少的啦 这样有着不平原因啦 免疫性不阴 疏瘤管阻塞啦 或者做IBF失败者啦 这一些都可以通过IBF去治疗 ICSI的话呢 刚才我们也有讲过了的 就是说一些没有办法可以看到精虫 或者只有几只精虫 透过做精虫检验的患者来讲 他如果没有办法自然怀应的话 甚至也没有办法 透用IBF的程序剂怀应的话 他就要透过从膏炎 甚至是不搞那边的精虫 所以这一个就是ICSI啦 像你也可以看得到 当然我这边在真正讲 做ICSI的信息人情 其实如果你说 你做IBF失败了几次 你可能就要尝试用ICSI的方式 免疫性不一啦 那就是当卵子跟精虫相遇的时候 可能卵子本身的短刻 比较厚或者有抗体 令到精虫没有办法钻进去 甚至精虫本身也有抗体 这个也没有办法可以接近卵子 这样这方面的话 精虫的头部异常的多 就是好的精虫比较少 我们叫做ship of the sperm 它的 abnormal 比较多 所以这些人情都是 适合做ICSI的 那当然 IDA跟ICSI的费用 当然会有分别 不过以现在很多IDA center的话 他们都会将这个 规于其中之一 必做的一种的技术 所以他们就会跟你直接讲 我们是用ICSI了的 OK 那这个图博士先放错给你们看一看 所以博士这边要跟你们讲一讲的 也就是说 有人问过我说 如果做IPA的话呢 会不会令到孩子聪明一点 因为都是显出来的 那其实我在医学的方面来讲 是没有证据说 透过IPA的孩子 生产的孩子是特别聪明 其实IPA的技术 ICSI的技术 都是补助你 让你容易成孕 所以孩子的聪明与否 其实就是有基因 父母的基因 或者是后天的培养的 但是也有人问我 说博士 如果做IPA 会不会令到孩子 反而会有基因的问题 或者会生出一些不健康的孩子 那因为我们现在可以透过很多基因的检验 就是我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比如说 Badu有 Kerogenetic 169种的基因检验 再加上46条的Kerotek 这样你可以先透过这些的检验 知道自己有没有这种基因的遗传 到时候你做IPA的时候呢 你可以不用选择做PTT 当然如果你要做PTT 也是可以 只是说PTT如果应用在一些卵子 比较少的妇女方面的话 可能成功率也不高 而且它培制的时间也比较长 那而其实ICSI跟蓝色挺异常的话 我们或者这边讲 如果说先生精虫本身都是非常少 而且又有精虫的那个形状的问题 跟活动力的问题 有很大的可能它跟基因也有关系 因为它可能Y的精受影响 这样如果说因为他的精受影响 他生的是男孩子 这样因为他要透过ICSI的话呢 基本上是有机会 会遗传到先生造精虫功能的障碍 或者是他的孩子也会有不孕的问题 因为ICSI本身来讲 他在观察精虫的时候呢 他只是放400倍来挑选 如果你有了选的话 假如说你的精虫数量真的很少 就算是透过TISA 你可能只能拿到五条六条 这样这个方法 只能确认精子的外形 没有办法进一步了解它内部的構造 那反而在日本的话 他们有一个方式 它叫做IMSI 那因为IMSI呢 是将精子放大1000倍 可以观察到精子头部的内部 勾招挑选处更优质的精虫 那早在五年前我知道 英国也会有一间的注印中心 也有这种的检验 能够知道精虫头部或者内部的勾招 这样经过挑选的话 不只是成功力高 而且可以减少那个基因遗传的精致 那当然每一样的收印方式 都有它的切点 当然因为你有需要的话 所以要做IEA或者ICSI 也是必然的 那或者我顺便也跟大家讲一讲 手头上的Case 其实李先生 他在2016年和太太也见我 33岁那时候 那时候他的人很大直 非常高大的 其实你从他表面上看下去 他确实是不像没有精虫的人 太太31岁 他很容易热气 但是因为他跟太太做了一次的癌 也不成功 他也冷冻了精虫 在旧王王杰的注印中心 但是他在调理很早期 不到第二个疗程 他就急着去再做一次的癌 那虽然说当初好像有成功的现象出现 但是后来太太很快又来精 所以呢 他在某一方面 可能跟医生方面的沟通 出现了状况 所以他就非常的失望 后来他再到回来给博士的调理 然后他在那一节注意中心 冷冻精虫的话 他做IEA是没有做PTT 或者我们那时候当时是PTT 后来我们就叫他做一个基因的抗摩检验 那他出来的基因抗摩检验 你真的想不到原来他天生没有去警官 这样你说没有精虫的人 或者没有精虫的患者 他会不会也有这种问题 还是因为他的DNA 他的蓝色体 Y的蓝色体出现了状况 这些都会有可能 因为他这个基因 我们叫做Mutition Detector 是一种叫CFTR 所以在详细的去跟他分析了之后 才知道因为家族的遗传 所以你可能真的也想不到 原来他的肺部有我们所谓的Bibosystem 所以这个Bibosystem 原来就导致到他天生没有去警官 所以后来他再到美来给博士调理 虽然他太太长得蛮瘦 但是他却是蛮有心调理 他后来调理也比较过长了一段时间 我相信是超过一年以上的 然后他再重新做过那个精虫的伴动 他可以拿到很多肺部 基本上他是要从高原来进来 我听说好像有拿到六个肺部 再加上太太也有十多粒的卵子 所以他们用ICSI的方式 就是在通过PGD跟PGS 那他成功 他有六粒是成功品质到PGD跟PGS 放置入了一粒之后 太太现在已经欢迎他 因为透过这个技术 原来他知道自己是需要做PGD跟PGS 所以太太在调理了之后 也可以拿到很多卵子 所以他基本上在做PGD跟PGS的时候 确实令到他很满意 他至少现在还有几粒在冷冻 那另外最近博士也刚刚看了一个新疹 三十四岁了 王小姐 他在2019年做过IVF 拿了十二粒完全没有办法平治成功 然后2021年也是最近败了 拿了八粒 虽然跟他讲他是有平治到PGD 但是他置入也不成功 所以他始终可能对IVM来讲 或者是CSI 因为他是先生本身来讲是没有精从很严重的问题 我看过他的精从演练 他的数量 游水全部都是符合做IVF跟ICSI 但是像刚才博士讲 因为现在EA很多都会直接有这种ICSI的程序 然后再做PGD 但是他虽然说有努力 他现在放异力最好的也都不成功 所以在身体方面的话 博士当然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了之后 才去做IPF 最主要的我们看为 将ICSI的技术 一颗蚊子配上一颗一只精从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应到有很多不硬的部分 他们可以通过ICSI或者顺利的进化应 如果ICSI我们知道他精从太少 活动力太低 正常的形状比较低 当然跟上刚才博士讲的一个例子 他没有无数精管 或者有的先生他遇到车祸 或者曾经严重的受伤过 严重的影响到脊椎 他没有办法透过正常的方式去刑房 甚至在他每一次刑房的时候 他的压力很大 他扬毁 甚至他时常涨却 这些的情形 可以通过IPF 也不需要通过ICSI 只是说如果说 因为先生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 会不会跟他一般的身体体质的问题 如果他的精从数量 就像我是刚才讲 如果以IPF来讲 一颗蚊子需要10万只的精从 如果先生就算是能够自然涉及癌 他少过 这样他就要透过ICSI的程序 还有就是做了很多次的IPF都不成功 免疫性不孕 这样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抗体会干扰精子 但是也不要忘记 卵子本身的卵克都有可能会影响 有时候卵子经过冷冻解冻了之后 他本身我们把医学的名叫做Zona Zona变得硬 所以没有办法以传统IPF的方式来收集 这样至于ICSI 当然增加治疗的费用也好 风险也会有 就是胎儿本身异常的机会 一般的报告正常的夫妻如果怀孕的话 胎儿异常的机率大约是3%左右 2-3%左右 但是经由事管医额或者ICSI怀孕的话 胎儿异常的机率会增加3-4% 所以如果本身有比较大的机会 有加注于床的疾病或者户口的问题 年龄也比较大 这样当然会比较鼓励做基因的检验 然后才决定是否要做PGT 那另外当然他们医学方面 有做了一些的研究 就是说如果做ICSI的治疗 会增加一些胎儿异常的机率的话 就是胎儿的尿道下会裂的机会 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不用担心 这个他们只是做一个 这个市场上 或者他们做一些的 那个report来看的话 这个是他们的那个观点 他们收集的那个report 老实讲 或者是有很多顾客 通过IBI和ICSI 是没有有这种的情形出现的 好 当然呢 在见我之前的人 我试过有一些人 除了IBI不成功 比较少部分的人 会有一些基因的问题 如果有机会 我也会跟大家去分享 OK 那我们现在来讲解 OK 刚刚那个图是说做ICSI的成功率 那可以导致男生精从不好的生活因素 基本上可能不是讲了很多次 但是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OK 有的男生性生活过多 其实也不好 因为精从不能消耗太多 或者是也不能过久没有心房 但是所以如果说建议说 一个星期一到两次的心房 是可以维持正常的健康的状况 那喝太多咖啡呢 其实现在的咖啡 不是以前年代喝的那种咖啡 因为当你喝咖啡的时候 Espresso Carpaccino Americo 或者更多的咖啡 不是太甜 就是太苦 这样市面上有很多咖啡 我们除了讲Café 其实会不会也有影响到 有一些兴奋剂之类的东西 我们也不确定 所以这方面的话 如果你喝了咖啡 你觉得越有精神 你就要也是要留意 到底是心理的作用 还是真正的咖啡 能够令到你更加有精神 至于胃不好的人 当然不赞成喝咖啡 也喝过多 如果你要喝咖啡 喝一些淡的咖啡 或者放一点牛奶 但是就不要喝三喝一的咖啡 或者加糖的咖啡 也不要喝过容的咖啡 比如说 Espresso 那些简直是太容易了 也有人应该是 不是 在这方面 不是应该这样子讲 我相信这一个也不是说 很新的一些的资讯 这样子说 你如果用太多的电脑 所谓的电脑 其实电脑会热 但是有的人很习惯 将它电脑放在大腿上面 所以会有机会 会令到你的下半身热 因为高原如果过热的话 精虫趴着 高原只能保留在32度左右 这样长时间热的话 你会令到你的高原过热 或者精虫就会死 或者精虫就会断头断尾 另外就是 我们说 有吸烟的吸管 要甚至我再补充一下 有人说电话 到底电话 会不会影响 可能电话 你长时间放在固带那一边 电话也会热 或者有时候可能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腹色 也可能会影响 所以尽量避免 因为有的人的工作 是要长时间做 这样长时间做 对于男生来讲 也会影响他的下半身过着 另外就是吸烟 其实吸烟来讲 会增加肝脏的毒素 也会影响我们肠胃的吸收 这个会令到你的免疫力低 工作压力大的话 比较紧张 长时间心跳快 也会令到你有降老线的问题 甚至人容易发热的话 有时候就会影响 你的身体里面的热度 再加上如果说 这个皮脂巡 皮脂巡受影响 口体受太高 也会影响你的那一个高酮 就是我们所谓的 男性荷尔蒙 如果有一些人 因为焦虑 时常发脾气 他需要知道 有抑郁症的药 过多的吸烟 也会影响 精虫的那一个形状 所以不是现在 手头上也有一个顾客 他现在很会发脾气 所以他很难跟人家有沟通 只要你跟他讲他的问题 他就不许能听 我相信他太太 跟他在这方面的配合 尤其形状也是蛮有压力的 所以他也是吃了一些镇定药 吃了很多年 肥胖的男生到底好不好 其实肥胖的起因 多数也是少运动 然后吃的东西过度油腻 甚至是加住的一些遗传 而且可能胆固醇过高 这些都会影响 饮酒过度 穿紧身内裤 或者我也有讲过 其实男生可以吃菠萝养的 男生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吃菠萝养的 还有就是要切记 所以男生是不适合去做收纳 跟温泉的这方面 尽量保持坐博 是刚才讲的咯 就是运动 但是运动也要看哪种运动 骑脚踏车 可能不是每个男生适合的 或者可能快跑 或者比较激烈的运动 也是要很亮相看的 对于男生来讲 比较不像女生偏吃 男生一般来讲 是周试者 但是我也希望男生也要吃一些蔬菜 水果 还有很多男生喜欢吃榴莲 或者有时候他们会给自己 有一些错误的感觉 这边是告诉你 有一些虽然可以提高精同质量 但是不等于叫你每天吃同样的 生蚝我要先再提醒 精是对精同的帮助 但是如果你胆固存高的话 生蚝不适合食堂吃 而且如果生蚝处理的不好的话 你可能会得病情感研究不好 当然中药的话 当然药会以资格的 有资历的医师帮你开中药 而不是自己老人去买成药 这方面要留意了 至于我觉得 鸡肉猪肉那些都没有问题 还有另外一样 博士也要提醒的 就是大豆黄豆酮 那大豆黄豆酮的话 它是有磁剂素 不管是自然的磁剂素也好 有时候你们听说 喝什么豆浆奶 喝豆奶 或者喝豆浆水 但是也是要适量 男生来讲 一个星期不能超过两次 女生一个星期不能超过三次 很重要 如果毛一些的抗摩 过高就会压制另外的抗摩 就比如说 大豆黄豆酮 它本身有磁剂素的话 它如果磁剂素过高 就会影响男生的膏炎 像男性的荷尔蒙就会减少 高炎酮就会上 像这个金虫的制造就会受影响 至于女生的话 我们在上两集有讲过 如果你过多的 那个 Hestrogen Dominant 你可能也会引起 子供内摩理位的问题 这样 这方面也要留意 所以也可能会压制你的LHP 到你排卵受影响 每样东西我们都要适量的 我们没有可能说做到100% 但是我们不要特别偏吃 就是我时常提醒大家 Jolay每年要一个钱头 如果你的工作是劳动的 你可能再多一点 适量的运动 提早睡 然后至于suprement方面的话 或是也是讲 我当然不会去破坏人家 去卖产品 但是我也是希望那些卖产品的人 他们也要关注一下他们的顾客 到底他们有没有知道他们顾客的需要 因为卖产品 不是当然赚雇用 就可以了 你要去知道你的顾客治疗 到底他的帮助有多大 OK 那这一期我们讲了之后 下一期我们讲HCG 那HCG就是怀孕了之后 透过烟血的指数 到底这个指数的显示 在IBA也好 自然怀孕也好 会不会容易令到你觉得你过低 HCG是过高烟血 它跟着你怀孕的每一个星期增加 但是如果你过低 不管在IBA或者自然的话 流产的激励就非常非常的高 还有就是说 或者如果时间方面允许的话 博士也会跟你们分享 在做IBA HCG就是你最后了的来管 如果说你的指数太低 你知道医生已经教你 读量黄体药 或者不用再射了黄体药了 这样你就知道你可能不成功 将接下来的一步 你来讲座 好 这样我们的讲解 今天希望也能够帮助到大家 也希望大家 透过博士的星系 能够将博士所讲的 就算已经结婚了 GREPA要做IBA了也好 或者还没有做IBA 甚至也不想做IBA了 如果这部星系 你觉得你可以share给别人 你就share给别人 就是博士所讲的 存好钱 说好话 做好事 其实我们不需要花很多钱的 好 谢谢大家